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蓝玉民 来关心到新宇航空班机大延误 三百多人滞留日本东京 而且在成田机场 盖睡带打替补已经睡了一整夜 在下午三点七十分 182名乘客率先返台 不过有旅客很不满 说他们不是搭廉价航空 从小到大第一次睡机场很失望 旅客通批对新宇失望 还说简直像在搭连航 在日本滞留一天 随东京成田机场 182名旅客终于搭新宇GX180一班次 在周日下午1点40分抵达台湾 但回想困在飞机上 旅客说大家难免有火气 大家都觉得很无奈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所以那时候一大多火气都很大 你敢飞我还不敢坐 对不对 是真的你跟我们讲的都不一样 你影响的天后只是低班 后面全部都是人为殊之 在哪边飞机不够 人眼不足 有人大方不计较 但也有人不满 说飞机上有小朋友 小孩一哭家长也跟着慌了 就怕小孩受不了 有小孩 是 对啊 有小孩 然后餐点什么都不方便 有没有公餐给你们 没有 其实在那边聊 什么是没关系 是很失望 而且我觉得他今天 特地被他成绩的衣服 旅客火气不小批评星宇没好好处理 能体谅天后因素 但后续延误他认为那都是人为疏失 总共302人行程delay 星宇寄出赔偿 总统长张国伟宣布 这些搭星宇旅客全额退票 等于来回搭星宇的机票全部免费 也会协助后续形成事宜 算下来这一次星宇大约得赔600万元 不过除此之外 星宇A350飞机卡在日本 也让原本6号晚间11点40分 要飞美国洛杉矶的JS002 因此延误 到5月7号24小时后才起飞 去城影响152人 回程JS001已有262人受害 但星宇说这属于航班异动 有依照乘客意愿 协助安排交通返家 或入驻旅馆 至于是否又赔偿 还要再研议 TB的新闻是孟前林志伟 红军委安心小组 台湾报道 星宇董事长张国伟 凌晨搭红眼连航班 寄到成田安抚旅客 后来也开了空机返台 在逃机再度致歉 说明了赔偿事宜 最后他们在那边 到底机上待了多久 说被关了8小时 有这么久吗 应该没有到8小时 因为后来公餐的时候 是有把门打开 只是说因为大家在吃东西 就没有出去了 那有些东西你说 关不关有些东西 也要考虑到人家 日方那边的要求 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在那边考虑 不是说我们要故意 要把人家关在里面 大家都叫你不要去 你还是去 然后说说了20次了对不起 在那边诚意很足 我说了20次了对不起 我有说那么多次吗 我不知道 没有我是觉得这样 我觉得我这人就这样 我觉得我们做不好 做错我们就承认就好了 不用在这瞎掰 那反正该怎么赔偿 我们就阿萨利 也不用在那边扯东扯西 在那边讲 人家也听不进去 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 对不对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诚意 跟那个方式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当然有些东西 不是钱可以解决的 像他们露宿在那边 我亲眼也看到 其实我也是很不舍 可是我也无可奈何 我们就尽量 在我这边可以做的 我就尽量做 所以我就跟你讲 来回我通通都不收了 这一趟就当做 坐飞机不用钱 新入航空发生航班 严重延误事件 可以看到刚刚董事长张国伟 是亲自到日本成田 跟旅客致歉 有人获得赞赏 有乘客在网路上透露 张国伟申请交进延后被拒绝 曾被呛事被日本官僚搞到 张国伟当空中飞人 九小时快闪日本又回台 有旅客上网爆料 K董当时有说安排旅馆 但因成田无法退关 旅客最终才只能睡机场 甚至为了安抚大家情绪 还说申请宵禁后推 被拒绝 是被日本官僚搞到 在日本哄乘客 皮当局不讲人情 回台面对媒体 解释却变得很委婉 另外记者还问他 怎会选搭连航救火 因为过去他曾酸 廉价航空很皮 delay还不给东西吃 不料现在新宇发生同样状况 而这一问张国伟变脸了 像火山的脾气很难藏 但面对被延误的旅客 却很丑 在日本时姿态放很低 黑董当节新 飞机到成田 凌晨2点42分从台北出发 6点55分抵达成田机场 11点多回到台湾 不会比机组员还要轻松 但因为组员超时 空机也没餐 董事长去了不能再客 只能亲自把空机开回来 他自称这次旅程处理不好 但已经很尽力 对旅客来说 张国伟大可什么都不用做 但他却什么都做了 只是要撑起一间航空公司 不能只凭他一元 少出包才是最好的成绩单 新宇发生严重延迟 ZX800航班 因为碰上了不稳定的侧风 导致了延误超过7个小时 后面的两个航班 也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才有旅客入宿机场 一连串的错误 就让外界认为 是新宇的决策问题 机舱内左右摇晃 下一秒哄一声剧烈晃动 所有乘客紧抓前排座椅 好可怕 好可怕 这是新宇JX800航班 6号时碰上成田机场 不稳定侧风 两度无法降落 途中还转降民谷屋 整个过程延迟超过7小时 这也引发一连串的延误 外界直指 原因就是新宇 决策错误 JX800转降民谷 导致原定搭乘的JX801 乘客无机可搭 新宇决定要和更晚的航班 JX803合并 但接下来又因为 只是灯号异常 机组人员超过工时等原因 拖过机场 宵禁时间 302名旅客滞留 成田机场塔台人员 还新宇机师对话曝光 新宇董事长张国伟更说 原本因为大风 宵禁延长半小时 后来机场反悔 就算求行也没用 张国伟亲上火线 现身成田机场道歉 考量机组员人力 和飞机餐食 JX801和803 两架客机 最后空机返台 有脸书专业就分析 新宇错误的三大决策 很明显是各种彩线 但压错报 压陷处置 导致一连串问题 民航局说 将会新宇说明 要给乘客一个交代 铁北新闻 余翔章会先 台报道 高雄左营 7号中午刮风下雨 最大阵风达到7级 不过巨蛋商圈附近 有一间诊所的装修外墙 鹰架无预警倒塌 导致放在路旁的四辆汽车被压毁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汽车在路口等红灯 十字路口正好有两辆机车 也要转进车道 就是这瞬间 整片鹰架应声倒塌 还好骑士都有成功刹车 没有受伤 不过当时停在路旁的四辆汽车 可就没这么幸运 警察在处理了 警察在处理了 所以警察会备案 来的事要更好听 要去美食房就下雨了 下雨了 车主自己都不沙沙 搭配鹰架跟防尘网 就这样砸在爱车上 超级心痛 事发就在高雄左营区 博爱路和崇德路口 7号中午高雄市区开始下雨 疑似是一阵强风 把约两层楼高的鹰架吹倒 跟下雨有关系啊 你就是因为下雨才会有风嘛 不对 就是因为风太大啊 下雨前大概五分钟就倒了 如果是风大的话有可能 但是详细原因我们不清楚 气象障观测 当时左营最大阵风 大约6到7级 很可能是风雨交加 导致鹰架倒塌 市府公务局及劳工局 也在事发后赶道场 当场勒令停工 初步判断 该整修工程的外墙施工鹰架 未以结构体土石连结 导致施工鹰架倒塌 波及到路面停放的车辆 其实这里所有权人 是旁边的连锁超市 近期陈租给一间诊所 再早营造厂装潢整修 如今查出鹰架厂商有缺失 公务局确定会对诊所 及营造厂各罚9万 老检处调查中 最终裁处30万 不只是府要重罚 四辆车的损失 业者也要负起责任 南部前一天才出现40度高温 没有想到受到封面 和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七澳中午就突然下大雨 包含台南高雄屏东 都出现十雨辆 20毫米上下的明显雨势 很多人都被淋成了落汤机 大雨又快又急 但场上民众人不愿闪躲 因为这可是他们 睽違好久的雨中踢球 另外在马路上 都是因为太久没有遇到下雨 有人干脆淋雨 享受一生的清凉 也有人根本就忘了 要准备雨具 只好进到骑楼躲雨 但几乎没人面露不悦 受到封面 极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高雄市7号中午左右 突然降下大雨 雨是长达一两个小时 从海边到山区 都能感受到明显雨势 另外邻近的屏东及台南 也同样出现大雨 中央计量局 原本针对中部县市 及南部的嘉义台南 发出大雨特报 没想到雨势一路南下 除了民众有感 水库也出现变化 南台湾8座水库 截至7号中午前 虽然有5座 进水不到0.6万立方公尺 但乌山头及增稳水库 仍有2.2万 及8万立方公尺的进账 虽然对整体水情改善有限 但这场及时雨 仍让民众心中的焦虑 总算获得稍稍舒缓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在周六正式登机 加冕典礼结束之后 从西敏市回到白金汉宫 成千上万的民众 抢着看新王 登上白金汉宫阳台 几位重要的王室成员 也都一同现身 几匹马小小时空 不按照队伍走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加冕仪式结束 从西敏市回到白金汉宫的路上 发生小插曲 但还是无损 英国民众抢着要一睹新国王风采 英国人等这一刻 等了七十年 终于再次见到新郡主 登上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 一出场瞬间迎来 民众高声欢呼 当两人一挥手 粉丝更兴高采烈 阳台上除了还有威廉王子 和凯特王妃 以及他们的小孩 乔治王子 夏绿蒂公主 和路易王子 安妮公主 和爱德华王子 也都没有缺席 不过仔细看 有一人不见身影 那就是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虽然有出席 爸爸的加冕典礼 但他却被发配边疆 座位还被排在第三排 外媒发现 原来典礼才刚结束 哈利带着一抹微笑 坐上一辆车离开 据传是要赶回美国 帮儿子雅气王子过生日 虽然没有哈利在身边 阳台上一列王室重要成员 依旧兴高采烈 观看英国皇家空军 带来的飞行任务 特计飞行小组 红剑飞越白金汉宫 吞洒红白蓝三色彩烟 庆祝新王登机 为加冕日画下 完美句点 TPP的新闻 综合报道 英国皇室的重要活动 成员有没有参加 就非常的重要 到底皇室有什么样的内幕 交给宛柔 来告诉我们 英国国王查尔斯的 加冕典礼 在昨天是顺利结束了 那么据我们所知 其实这个查尔斯国王 依旧还是邀请了 他的小儿子哈利 以及梅根夫妇 不过这画面上我们看到 最后是只有哈利现身 而且这个加冕典礼 一结束以后 这哈利王子 马上就快闪离开了 很多人就说 梅根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明明就有受邀请 但是却没有回来 现在就有八卦媒体 他们就指出 其实是王室设法 让哈利回到英国 但是让梅根自己主动 留在美国等 他们说 其实梅根非常散回来的 但是而且也非常的爱出风头 所以他们就故意跟梅根说 这个典礼 这个流程 不会让你们露脸的 另外你们可能会面对 这个王室的爱好者 很多人不喜欢梅根 恐怕就会对梅根当众吐槽 所以种种原因累积下来 梅根可能就会觉得 这样子我回来 根本就是自讨梅去 所以最后决定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国家询问报 也说梅根此次没有出席 其实是郑重了 英国王室的下怀 因为很多王室仍然觉得 哈利就是被梅根给洗脑 带怀的 虽然常常是加冕 全英国弥漫的庆祝气氛 但是还是有反对 王室的民众 到了现场表达反对意见 对着常常是的马车狂须 民调发现 全英国有过败民众 认为加冕一事 不应该由政府公费买单 查尔斯黄金马车现身 一片欢呼声中 却也听到嘘声 穿着黄衣服串联抗议 在加冕这一天 并不是所有人都开开心心 反对王室声浪 似乎一年比一年难忽略 尤其年轻族群 高达七成八 对王室没兴趣 而民调也发现 全英国过半数 认为加冕一事 不该用公帑 不过单纯从前的角度来看 加冕带来短短半个月经济效益 已经逼近一年纳税前拨款 而现场抗议 除了反王室 还有气候示威 讽刺的是 查尔斯当上国王前 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环保和暖化 不过单纯来看 英国人对王室态度 其实还是有过半 认为优点大于缺点 只有一成五观感比较负面 加冕连假庆祝还没完 周日除了有全国性户外 午餐派对 英国当地下午晚上 温莎城堡也要办 加冕演唱会 TB新闻最后报道 俄罗斯瓦格纳佣兵 抱怨拿不到弹药 扬远5月10号要撤出巴赫姆特 而在最新的公开信 瓦格纳领袖 直接要求俄罗斯国防部 调派车臣部队 来接手他们在巴赫姆特的阵地 D-30榴弹炮的声音 在田野间回荡 紧枚炮弹发射 准备收一收走人 吴军用这样的武器 死守巴赫姆特 但天天提防俄军的日子 压力可能减轻 怒骂国防部高层 瓦格纳佣兵团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俄罗斯防长萧伊古 直接威胁瓦格纳5月10号撤军 要求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的旗下部队 来接管巴赫姆特阵地 瓦格纳和莫斯科的矛盾越演越烈 但普京本人似乎还没介入调停 不过就在星期六 俄罗斯境内又发生离奇汽车爆炸 汽车炸弹造成驾驶死亡 而受伤乘客正是俄罗斯知名的民族主义作家普里平 俄罗斯调查单位 号称抓到嫌犯 更火速公布认罪影片 在没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又指控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恐怖主义 DV的新闻继续报导 在战事事件的当下 春季反攻的关键时刻 现在美元的海马斯 为何这准度却越来越低呢 交给婉柔来告诉我们 欧战战开打至今 最近有一些好消息传出 那么这是乌克兰的空军司令 他们说他们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最近是击落了由俄罗斯发动的 匕首飞弹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 时速也可以达到14700公里 相当于10倍因素 那么说这个令人振奋 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钦 他之前是一直非常的自豪说 这个匕首级因素飞弹 是不会被击落的 但现在事实证明 它是熟度被击落的 那这乌克兰的空军司令就说 这是利用爱国者防空系统 在基辅的上空击落匕首 但有好消息 当然有坏消息了 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海马斯飞弹 最近他们自己发现说 俄罗斯频繁的用电子干扰器 来扰乱美制火箭炮的GPS 所以现在美国也紧急 调整海马斯的软体 因为这个海马斯对乌克兰来说 在反攻的角色上面 是非常吃重的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乌克兰很有可能 在周五的时候 五月的时候 从亚述海沿岸发动了反攻 报导也透露了 为了帮助乌克兰展开反攻 美国跟北约盟国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大量的火炮跟弹药 而且西方援助的数量 足以因应这场反攻战争 敌炮席握倒 乌克兰教官对新兵的训练毫不手软 顺便在他们周围补上几枪 就是要尽可能贴近战场实况 毕竟枪跑不长眼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 一旦接敌时 激烈的战士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新兵们想要夺命 那么训练时就必须从严从难 越是逼争 越能提高战士们的存活率 一旦突破敌方火线 如何占据有力位置 也是这群新兵必修的科目 尤其在推进的过程中 还要保持交互掩护的战斗队型 千万不能被个人的英雄主义冲昏头 毕竟在现代战争中 单凭个人的力量 几乎很难改变战局 要是当不成英雄 反而更有机会先成为烈士 在战友的涉及掩护下 一位新兵要使用手榴弹 执行清除敌军有身力量的任务 看得出来他的动作还很深测 教官叶夫汉走上前 向这名新兵讲解动作要领 教官扯开洒门大喊 显然对他丢完手榴弹之后 没有依托地形地物 做好自我保护感到心急 这里是115国土防卫旅的新讯基地 新兵们要在这里接受战斗射击 运动推进战场救护等一系列基础训练 等待反攻的号令响起 就要开复前线将入侵者赶出国境之外 只不过巴赫姆特的战况如今依旧焦灼 乌克兰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展开反攻 现在传闻满天飞 从最早的初春时节到后来则是乌克兰总理 史米加尔暗示的4月上旬 接着最新消息则是纽约时报披露的 会选择在5月的某一天 各种说法莫衷一事 毕竟反攻计划是乌克兰的最高机密 如果提前泄露起不坏的大事 然而纽约时报的报道中 却若有肆无地提到部分细节 包括乌克兰会在亚述海沿岸发起反攻 而且已经部署了12支 每支4000人的战斗旅投入作战当中 这究竟是混淆二军的假情报 亦或是真有其事 这连交战的双方都没有公开评论 路透社记者在一个不愿透露翻号的乌克兰炮阵地中 记录下这支使用每支M119流炮部队的作战情况 画面中也显示 在部队的弹药库里存放了大量炮弹 影片公布后 恰好和纽约时报的消息非常吻合 因为报道中指出 为了帮助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美国和北约已经为乌克兰部队提供了 足以执行反攻任务的弹药数量 换句话说 如果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 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的话 那么乌克兰会选择在亚述海沿岸吹起反攻的号角 也就不是毫无根据的议策之词 根据研判 最有可能打响第一枪的地点 会是在马里乌波尔 因为前一阵子 驻守在这里的第56魔部旅 公布一段影片 联合第45炮兵旅和国土防卫军 12拐旅两两勾营 利用地雷和无人机空头手榴弹 袭击俄军一支装部旅 纵队的推进行动 一顿伺候下来 吓得俄军官兵四处逃窜 即便这支联兵旅 不是反攻行动的主力 但是部队中也包括了 陆战第36旅 担任主攻部队的侧翼掩护 依旧具有一定的战斗实力 即便乌克兰军事高层公开指出 各部队已经为即将展开的反攻方案 做好了万全准备 并且把敌我情况和现阶段的战场态势 都考量过一遍 只等最后的一声令下 不过美国博里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 约翰则在检视过四月中旬 对扎波罗热地区拍摄的卫星图 和其他五位分析师共同提出不同的观点 这批专家认为 俄军在扎波罗热东南方城镇 波鲁西东部 连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区 开辟了犹如铜墙铁壁一般的三道防线 最上方的是反坦克战壕 这将是乌克兰反攻行动时 要面对的第一道障碍 相隔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又有一道龙齿庄防御公式 所谓的龙齿庄 是一种以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 阻挡装甲车或坦克推进的追撞物 形状类似于台湾常见的削波块 这种防御公式一般会交错排列 持至装甲车或坦克的前进路线 通常会和被称为 捷克刺猬的 公字型反坦克巨码配合使用 一旦装甲车或坦克 碰上了这种防御公式 不但难以直接跨越 有时候还会因为装甲及坦克部队 为了绕过这些公式 反而成为防守部队口袋战术中的活靶子 造成不必要的战损 最下方的一道障碍 就是俄军的主防线 这里最有可能部署 兼具灵活性与机动性的反装甲单位 在一役代劳的情况下 一举歼免剩余的 乌克兰装甲坦克旅 不过对乌克兰有利的是 这条绵延超过1000公里的防线 对俄军来说 也是一道不太好手的防御攻势 因为这条战线需要大量的部队住防 一旦防守线拉得太长 各单位之间的连线和支援力量 就会大打折扣 只要乌克兰部队打出一个缺口 整条防线就可能迅速崩溃 到时候乌克兰的进攻主力 就有机会多点突破 让前有乌军 后无退路的俄罗斯部队 只剩下两种选择 一是打到全军覆没 再不然就是放下武器 举白旗向乌军投降了 而看到购军的咸阳舰 其弱的海空目标 现在如果挂弹的话 可能会成为美军噩梦 再交给宛柔 由中共解放军自行打造的 055型飞弹驱逐舰 最近又有新的舰艇加入了 就是这个咸阳舰 它也是第八艘的 055型飞弹驱逐舰 那么共军也公布了 它最近的演讯画面 这个演讯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长航石 另外一个是背靠背 来跟另外一艘驱逐舰 一起来做演讯 不同以往这一次它的各舰雷达 是自主判别主炮来进行海空射击 而且根据央视表示 它们是非常的可以精准的 射击到目标 那么这舰艇上配备有什么 其实有这个英级21的 反舰级音速飞弹 这飞弹根据央视他们指出 是非常厉害的 有终端速率达到10马赫 另外它任何系统都是难以拦截的 这也让我国的退役陆军中将 帅画明说 它的优先瞄准功能 会让对美国航母来说 是绝对危险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周日抵达了首尔 这是时隔12年 日本首相首次为日韩领袖峰会 专程访问南韩 首站先到南韩先例目的 险中院制议 南韩总统以席越也亲自迎接 双方展开了90分钟的会谈 从半导体到北韩核武威胁 两大强国 短短两个月元首 三度会面 岸田文雄上任以来 首次到南韩 也是12年来 第一次有日本首相 为两国的领袖峰会 专程访韩 等于重启了日韩间的 穿梭外交 两天的快闪行程 岸田首站直奔 国家公募 险中院 向韩战中文将士 献花之意 这个行程被认为 有强化日韩安保的意涵 接着岸田到龙山总统府 就是南韩行的重头戏之一 公式 환영式 兴奋的 兴奋的 雄总统 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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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田和南韩 总统引席月 并肩骑走 红坛 最后展开 九十分钟的 双边会谈 从半导体 公应链 辅导和废水分歧 到扩大合作 应对北韩 核武威胁 都是两人 讨论的重点 场外却聚集 南韩示威民众 南韩不少人 对日本过去的 殖民统治 耿耿于怀 如今岸田 这次会后 记者会上 针对当时的 征用功问题 表示感到心痛 然而日经报道 点出隐忧 即使短短两个月内 台湾隐习越 三度会面 日韩外交关系 看似急速回温 但若没有得到南韩 国内舆论 广泛支持 日韩要真正 修复关系 没这么简单 TVB的新闻 中央报道 疫情趋缓 国门开放 不少人出国游玩 不会拥有 世界最强护照的 日本人 对于出国 人不感兴趣 护照持有率低 专家分析 全球通膨 跟日元重变 是主要的 关键因素 菲尼是香港人 三年前 嫁到日本 每到假日 一家三口 都会到日本 各地观光 对他们来说 与其出国 倒不如留在国内玩 因为语言隔阂 让许多日本人 对海外旅游却步 在日本呢 就是他们的国民教育 其实就是有12年 有学习英文嘛 但是呢 如果能够 普通这样 日本对话 能够讲的 可能不到1% 就算他们自己 感觉他们自己 在讲英文 但是其他人 给他们的回复呢 他们听不到 听不懂 所以呢 如果他们不是 跟旅行社那种 团体的旅游 一起去的话呢 自己一个人去的话 其实就是会很担心 加上近两年来 日元大幅贬值 让日本人出国的 经济成本增加 负担变重了 也是原因之一 经济吧 就是钱 日本的那个经济 从那个泡沫经济 就一直就是很低迷 然后呢 就算你努力工作呢 然后就是每年 都是那个税金呢 就一直在增加 所以其实真的 没有太多余的钱 种种因素 都使得日本人 越来越不爱出国 英国经济学人 甚至形容 日本人是 濒临灭绝的游客 持有护照的人数 年年减少当中 疫情趋缓 国媒开放 不少人出国旅游 不过拥有世界最强 护照的日本人 在今年第一季 亨利护照指数 虽然再度产严 冠军榜座 但很多人 其实人对出国 不感兴趣 护照持有率低 都选择在境内旅游 大多日本民众认为 在国内旅游 比出国旅游更划算 的确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 2022年底 持有护照的日本人 有2175万人 比起2009年 减少了852万人 近年来 日本人的出国比率 更是跌到15%以下 是韩国的三分之一 台湾的四分之一 不过日本政府 观光局公布 今年3月访日的游客 却达到了181.7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27.5倍 与低迷的出国旅游人数 呈现两样情 疫情前 日本人出国旅行意愿 本来就不如其他国家 如今解封后 全球通膨和日元重变 更交袭了他们 想要到海外旅行的欲望 TVBS新闻 颜月生 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 欧美二三十岁年轻人 正成为新一代卡奴 他们的债务逃避的症状 是越来越严重 日四代的平均信用卡债务 飙升四成 背后凸显的是 现代社会的高度消费文化 还有社群媒体的 推波阻拦 看着购物网站上的特价商品 真的让人忍不住 食指大洞 想要点进去加入购物车 那我来看一下 那个空气经营机好了 琳琅满目的商品 每一张图片 都像在对你说话 叫你快来买哦 现在网络消费就蛮方便的 点一点 然后东西就送来了 现在要买东西真的太方便 网络购物卡刷下去 消费欲望立刻获得满足 如果用信用卡结账的话 就会比较没有那个实感 感觉没有花到限制 对对没有那个 不小心会刷太多 对 情侣党不到三十岁 马上要步入人生下一阶段 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重担 必须认真检视财务规划 会先算出每个月的固定支出 比如说电池费啊电信费啊 这些扣一扣之后 可以用的钱 然后再去做一个计划性的消费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影响 很多人不像Ryan跟妙妙一样 会做计划性的消费 根据国外金融公司的调查显示 去年十月到十二月 千禧一代的平均信用卡债务 比2021年的同期大增进三成 Z世代的平均信用卡债务 更是暴增四成 年轻人在台高足的速度 比老一辈还快 年轻时代薪水较少 又遇上通膨加上升息 还有许多人刚好第一次买房 被迫背负高利率房贷 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充满诱惑 社群媒体推迫助澜的时代 口袋容易破洞 我们是做了一个情境 让消费者觉得说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你会比别人差一点 好像你就跟不上时代 好像你就没有社群融入 说实话他很心理 也就是他是心理因素 而不是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是 其实你现在都吃得好 穿得暖 而且还要花钱减肥 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不会一直跟你说 这个东西吃得饱 我会跟你说 这个东西吃得 会让你在别人面前很有面子 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喜欢的样子 过度重视消费的文化 让一些年轻族群 陷入债务漩涡 有些年轻人有这样的现象 可是不代表全部 确实有越来越多人 有这种就是财务逃避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很多时候是来具 社会价值观 跟个人价值观的一个改变 在网红或网络的 这个推波助软的情况下 就会发现 好像别人拥有的东西 都很多很美好 年轻族群会觉得 好像我没有拥有这些东西 我就没有拥有 这个社群的认同度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就是说 有用所谓的过度消费 也就是或者是 所谓的预先消费 社群媒体重度使用 刺激同侪比较行为 流行趋势稍纵即逝 买东西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但入不敷出 也加剧心理学上 财务逃避的行为 没有去想太多未来 然后我现在有钱 那我就先花 我没有钱 那人家愿意借我钱 那信用卡就是 人家愿意借你钱吗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好像把问题延后到后面 那问题延后 不代表问题解决 信用卡刷下去 这一期不用付 不代表以后不用付 完全忽视财务状况 因为思考金钱 管理财务会带来 不知所措的感觉 所以不查看账单 延迟缴款 不知道户头省多少钱 财务逃避的几项 尽逃 你也中了吗 你不要永远一直都在还 所谓的最低樱角金额 因为这样子力滚力下去 你永远是还不完的 很多的年轻人 他之所以花钱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我一大堆的配 支付工具太过方便 我会建议你就是改用钞票 你就是回去到你的 那个山顶洞人好了 盘点好自己的财务状况 从客制购物欲望 开始截流 再买就剁手收 不要说你全部都不买 但是你就约束你自己 如果你要去做这种 电子的消费没有问题 那你一个月一次就好 然后订单次的消费的上限 未雨绸缪 击鼓防击 别让小确幸累积成大债务 TVBS新闻 严瑞生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 餐饮业者导入这样的循环杯 也就是鼓励消费者 不用纸杯 租借可以再利用的循环杯 做到垃圾减量 对环境更友善 近期也有八家的知名便利商店 餐饮等业者 组成了循环杯大联盟 他们的目标 希望在年底前建立700个假地界 以地环的免费据点 希望能够有效使用率 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桃园这家 专门为小房杯打造的消毒厂 带你来看 我要一杯中热拿 用循环杯装 买咖啡除了自备环保杯 循环杯也越来越普及 这些用过的杯子 每天会经过哪些清洗消毒流程 我们跟着镜头一探究竟 由物流车回收 集中送往清洗厂的循环杯 先用肉眼检查外观 有无破损和脏污程度 接着工作人员把杯子 一个个放进动态水洗槽 里面有一个动态的水流 会把我们的杯子 慢慢地往前 带到我们的清洗机前面 那这样是方便公正的 去做一个收送的一个动作 清水加入除够粉 以50到55度C的温度浸泡 就像飘飘河 循环杯不断往前流动 送往下道关卡 下一站送进清洗机 透过四道流程 先洗去杯身泡沫 再穿越高温沙军区 接着用锅段强力封刀 去除水珠 搭配高温烘烤 最后吹热风 去除残留水分 经过我们这个冷却输送带 把篮子跟杯子送到这边之后 那只要累积到第五篮 那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知道说 其实第一篮 它已经是完全干的 这时候它就可以做 所谓的检查跟包装 肉眼检查杯身 是否残留水珠 才能包好密封袋 装箱出货 全程历时30分钟的 清洗消毒流程 还有一道检验 确保品质 符合标准 我们每天在清洗的 第一批的杯子 我们都会做这四道药剂的 一个检测 那一旦这四个药剂 通过检测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做 当天大必量的一个清洁 测试淀粉 蛋白质 脂肪和ABS清洁剂的药剂 在杯中摇一摇 判断清洗是否彻底 曾在半导体界工作多年的周宪明 一手打造出专利厂房 除了水不落地 未来还将走向全自动化 并导入AI辨识 让循环杯安全性更加分 像一开始我们有去参观 其他的清洗业者 会发现说 其实其他清洗业者 地板都是比较潮湿的 他们都在地上 有挖一些地盘水垢 相对环境看起来 就比较没有那么整洁 因为循环杯刚要导入 所以消费者他使用的一个意愿 可能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把这个产线弄得很干净 经过了大概近1000次之后 如果说这个杯子 一定会有破损或者是刮伤 我们就会把它打碎 然后再制成其他的产品 就是再生塑胶的产品 食用级PP塑胶 40秒产出一个循环杯 一旦破损 就会被粉碎 添加稻壳等农业废弃物 变成盆栽或肥皂壳 环保署宣布 今年起全台连锁商店和素食业者 都必须有5%的门市 提供循环杯租借 2024年比例增至10% 2025年达到30% 将有助于带动循环商机 一些比较有理念的企业 我们会去跟他们谈说 他们在员工使用上 就是用循环杯 就不管是他们内部使用 或者是一些企业 对于学校的赞助 就是说 他可能可以灌名在他的杯子上 然后这个杯子让学生去使用 其实我们现在有做这样子的一个业务 这个开发 包括全家病例商店 莱尔富 丙呱呱 鲜茶道 与喀玛咖啡等 8家连锁餐饮业者 组成循环杯大联盟 预计年底前 全台将出现700处据点 供消费者免费假地租以地还 环保团体统计 国内已有31.4%的民众 知道循环杯服务 有40%的人愿意尝试 但仍有60%的民众 有卫生疑虑 想扩大普及度 还需要时间 在咖啡的这个销售上 一年可以到两亿杯左右 已经大概有两成的消费者 都会自备环保杯 那我们预估如果循环杯 就是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先假设是一个 一成的使用 这样子我们一年下来 大概就可以节省 大概有6000万个纸杯 一次吸引塑胶废弃物 危害地球及海洋生态 改变你我消费模式 可不容换 TVBS新闻中 尹伦戴云丽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